大卫王比赛上选手们个个壮如虎 唯独黑叔叔瘦得跟竹竿似的 只见他左手拿一根 右手塞一根 入度还越来越快 连嚼都不带嚼的 一分钟不到就吃完了85根热狗 拿下比赛冠军 虽然赢得光彩 但肚子有点闹腾 只好来到厕所哗啦哗啦 他不仅吃得快 拉得也很快 因为他体内有个小人 专门负责排泄食物 就连吃热狗时都有人专门处理 没错 这个黑叔叔不是人 而是一个人形飞船 这群外星人几天前刚来到地球 想要获取水源 可专门吸水的吸水球丢了 他们必须找回吸水球 可他们还不能熟练操控飞船 黑叔叔走个路都一瘸一拐 还盯着别人模仿表情动作 就连情侣在晒狗粮 他都要凑上去拍张照 别人戴耳机听歌是听个爽 黑叔叔戴耳机 那就是飞船船员集体遭殃 因为看不懂红绿灯闯个红灯 立马就被车撞了 司机金发姐吓得不轻 觉得自己要完蛋 谁知黑叔叔像个没事人一样 坐了起来 就是脚有点崴过头了 趁着金发姐不注意 黑叔叔来到了小巷 只见耳朵打开舱门 小人顺着绳索 荡到脚边 按下脚上的置开关 接着开始修理崴脚 而这么大的人形飞船 体内的设施结构 更是复杂的惊人 每个器官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掌控 就连船长都长得和飞船一模一样 虽然一路上吃了不少瘪 但他们此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找到遗失的吸水球 就在这时 金发姐找到了黑叔叔 为了表达歉意 对方将他邀请去家里做客 一杯水下肚 体内的船员可就遭殃了 遇到家里小猫 系统判定成危险生物 直接一脚踢飞 随后黑叔叔看到金发姐儿子的照片上 居然出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吸水球 得知儿子卷毛地的位置后 他立马前去找人 双眼无神的黑叔叔 用手扫描了桌上钱壁后 便来到室衣间里 从下体复制出大堆钱币 再也不怕没钱买衣服了 换好衣服后 他来到学校找卷毛地 却被校长当作新来的老师 给安排去授课 黑叔叔拿起粉笔开始讲课 不到半分钟 就把整块黑板给写满了 学生找他削铅笔 他就放进鼻子立马削完 真是干净又未生 随后他叫出卷毛地 想让对方交出吸水球 可吸水球被几个坏学生抢走 他们必须去抢回来 两人来到店里找人 但连个影都没见着 却来了两个劫匪 黑叔叔抓住其中一个 用力往后摔 接着又用手捏扁了同伙的手枪 把同伙吓得落荒而逃 见天色已黑 坏学生也没找着 黑叔叔只好把卷毛地送回家 可生物住处的他 不得不流浪街头 他找到一个流浪汉 跟对方一起度过一夜 而流浪汉也很是暖心 怕黑叔叔着凉 还把自己唯一的毯子给他盖上 一直坚信 人类都是坏蛋的外星人们 从这一刻开始 觉得人类其实也是个 很有爱的生物 隔天黑叔叔在街上碰到了 被坏学生欺负的卷毛地 他挺身而出 抓住小胖就是来个倒立 成功拿回了吸水球 此时飞船的副船长表示 他们现在应当立马使用吸水球 回去拯救自己的星球 而不是留在地球 陪着几个人类玩耍 但船长这两天的相处下来 内心也对人类产生了感情 觉得应该留下来 多陪卷毛地几天 副船长忍无可忍 决定密谋策反 趁着黑叔叔在和金发姐跳舞 策反的小人从耳边跳出 塞进嘴里 好不容易避免了身份暴露 店里却来了一群警察 把他抓进了警局 原来当初黑叔叔降落地球时 留下了面部痕迹 警察变造出人脸模具 一直暗中调查 试图找到这个天外来客 这一下怕是要玩 被关进警局的黑叔叔 把手指变成手炮 一瞬间就把房间炸出个大洞 作为一个人型飞船 更是不怕子弹 几发激光炮过去 警察都重伤无数 一直保持和平的黑叔叔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面目猙獰 原来是副船长不服船长的操作 已经策反把他抓了起来 女副手看不下去 偷偷摸摸救出了船长 结果还是被副船长抓住 通过黑叔叔打个喷嚏 把俩外星人都给赶了出去 体型如同蚂蚁的他们 仿佛来到了巨人国 一颗篮球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而此时女副手不小心踩到口香糖 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 船长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 就发现了走远的人型飞船黑叔叔 可这么远的距离该怎么过去 船长灵机一动 如同热气球一样随风飘动 终于他们落到黑叔叔腿上 可黑叔叔已经来到海边 准备用吸水球把地球的水通通吸走 他用力一挥 结果双手却停了下来 接着又一个原地翻滚 把吸水球滚进了海中 原来船长已经赶回飞船 命人抓住副船长 夺回了黑叔叔的操控权 此时吸水球瞬间发起作用 大海立马升起一道巨大漩涡 为了地球的安全 船长决定收回吸水球 征得所有船员同意后 黑叔叔利用仅剩的一格电力 收回了吸水球 大海立马恢复平静 可黑叔叔却失去电力 没了反应 此时卷毛弟一家和警察紧随而至 正当警察就要进行抓捕时 卷毛弟抢走他们身上的电机器 直接对到黑叔叔身上 强大的电流注入 黑叔叔成功恢复了电力 此时船长坐着电梯 从口中走了出来 他向人们道歉 并表示自己从地球上学到了 友谊 勇气和爱 跟众人道别后 黑叔叔利用双脚喷气 原地升天 结果却被赶来的FBI 一网抓住 难道这下真的要完了吗 并不 只见左脚丫从身体分离 便坐小飞船 带着船员离开了地球 他们来到浩瀚的宇宙 继续寻找拯救星球的新资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代夫号飞船》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